电脑上我们看到最多的图标是程序图标 文件图标 快捷键图标和文件加图标 这四种图标都可以改动 网上介绍如何改变图标 绝大多数是在讲快捷键和文件加图标的改动 属性更改图标云云 程序图标完全没必要改动 而实际上我们最想改动的图标是文件的图标 这种图标是计算机为我们自动生成的 一般来说 我们不希望这个文件图标 与和它关联的应用程序的图标画面及大小一样 希望文件图标是自己喜欢的画面 画面要小于应用程序的画面 如何做呢? 第一步就是要找到你喜欢的图标文件 即信号.ico 使用软件如iconsext包括图标所以号 icoFX iconworkshop都能很容易找到 你计算机内的图标文件 在exe及dll文件中并保留下来 第二步就是更改图标了 这个步骤需要更改注册表中的信息 请慎用 下面以更改扩展名为7z的文件为例 注册表文件的写法及解释 会放在视频说明处 制成信号.rag文件 双击导入注册表中就完成了 重启计算机 看看是不是改过来了 假设图标没有改过来 则控制面板 默认程序 设置默认程序 按文件类型指定默认应用 找到7z右侧选对应用程序 重启计算机 这里展示的6个图标文件 有4个是自行制作的 先自制了图片文件JPG 再在Icon Workshop中生成图标文件 软件Tweakn也可以 使用过的ICO文件 系统会保留在Icon CacheDB中 C冒号反斜杠Documents空格 and空格Settings反斜杠Administrator反斜杠 AppData反斜杠Local反斜杠 Icon Cache.DB 必要时删除Icon Cache.DB 让系统启动时重建 Icon Cache.DB